早几天,乘太去了照12周的超声波 因为日期是他安排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够12周了 但是当我姑娘照完之后 就跟我们说 咦,差一点点,是11周05日左右 不过不要紧了,是可以照继续scan的 在香港,大家经常说 B未够3个月的话 就不要到处和人说了 所以直至今天 我们都是只有我和乘太知道 没有和其他人说的 这条片就会记录下 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分享喜讯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是不是有东西跟爸爸说 怎样? 就是你们要做爷爷妈妈 好啊 可以了 是否调转了? 没有 是啊 现在多少个月了? 现在3个月了 今天刚刚好 特意忍住3个月才公布 不是啊 是因为 开始知道了的时候 我们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 就帮我验血 那些良血压 那些 他就说我低风险 然后就不肯帮我做些安排超声波 然后呢 就要到12周才有第一次超声波 那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东西在里面 所以都不敢周围说 对啊 而且一向都是3个月之后才跟人说 那现在刚刚过了3个月了 是啊 什么? 3个月 你神经病 我有问了 但是医生不肯说 没有那么快就知道 他说 妈妈你吃饭 3个月怎么会知道 我也想知道 但是医生不告诉我 没有所谓 对啊 健康就可以了 对啊 接着就轮到习太太的爸爸和妈妈了 到我有一个秘密想说 就是 你们要做公公婆婆了 对啊 对啊 恭喜你啊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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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的 看看 看不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有两个月了 两三个月了 今天刚刚好3个月 怪不得见她 是啊 接着我们想和她分享的人 就是习太太的好姊妹 习太太和她的好姊妹 都已经认识了超过20年了 超过20年 还是这么好姊妹 都挺难得 不过因为技术问题 所以只拍到我们 没有拍到视频召集的对话 希望大家没有介意 我很想念你啊 我也是啊 我有了寶寶啊 我猜到了 你刚才有视频召集的 我也不知道 视频召集的 太明显了 是吗 嗯 猜到了 耶 她5月出生了 她还没有告诉你 男还是女的 她不肯说 我有问她两只腿 中间你能否看到有东西 她说这么早不知道 她知道 我刚才是15周的时候 我问一问医生 我说 现在知不知道性别是没有 然后她那时候 我帮你看看 她没有回答 她说我帮你看看 她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突出 所以应该75%是女孩 医生都很肯定 已经 对 75% 如果是男孩就是一个悲哀 哈哈 男孩会 肥肥肉很难 最后一批我想用video call 去跟他们分享喜讯的朋友 就是一班跑步兼旅行脚 这班朋友是非常难得的 是因为我出来工作之后几年 还能够认识到一班 可以聊得完 玩得完 去旅行都没拗叫的朋友 本身下年 就跟他们一起去巴黎看奥运 但现在已经看了 所以我们就没机会去巴黎 都要跟他们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等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我首先有一个坏消息想和大家说 是 就是我下年去不到巴黎奥运 蛤 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你老婆有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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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恭喜你 他出生 很远出生 额 额 额额额是五月 五月 五月啊 是啊 五月啊 哦 哦 哦 所以就 就去不到巴黎了 应该 恭喜啊 小宅吃太厚了 老爸 是啊 都 没那么快知道的 应该到过多两个月左右 八个星期 七个星期后 是啊 以上就是我们想和他分享这个喜讯的家人 和朋友他们的反应 原来他们最关心的是小宅是男还是女 不过这个暂时就未知了 要到摘太去做二十周的scan才会知道的 这个就迟些再和大家分享 那当然啦 我们都还有很多人想和他分享这个消息 但是呢 可能是见面的时候 或者是message的时候 才再和我们说 那就不放在这条片里了 那这条片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好 好 好